好 下面我们来找一下刚才那个传过来那个图形 点一下文件 就这个 然后确定 现在这个面板就显示这个图形了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切割的话 切割金属的话 我们首先 要把这个机器弄到那个自动调节 然后点这个定位 边框 看下那边 看下那边 定位 边框 我们可以看见机器在走动 好 然后下一步 直接点开始就行 点开始 快看下那边 好 点开始 机器就可以移动切割了 OK